各位好,我不是Tim,我是郭子 欢迎收看本期Final Cut Pro学院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Final Cut Pro在音频处理上的五个小技巧 掌握这五个小技巧能够让你们视频里的人声变得更好听 人声和背景音乐变得更和谐自然 那这期视频依然是以实际案例的方式来演示 就用刚刚的开头片段来作为一个例子吧 我们先来听一下还没有处理过的声音 各位好,我不是Tim,我是郭子 欢迎收看本期Final Cut Pro学院 很明显,这段视频的声音就太小声了 那一般我在处理音频的时候 我都会先把音量整段调整到一个正常的值 很多新人朋友都很容易犯一个错误 他们的视频要么音量过大,要么音量太小 其实我们在调整人的音量的时候 原则上一般是要把视频中的人声的平均音量 调整到-6dB到-12dB之间 这样是最合理的 首先在时间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音量电频是比较低的 这里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们在时间线上看到这个音量的电影都已经出现了黄色或者是红色的话 那么这个声音其实就已经过曝了 那为了方便观看我们一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显示这个音频的指示器 我把它调小一点 然后按空格键播放 各位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右边这里看到这个音量的大小了 这个视频现在的平均音量是大概在-20dB左右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的音量增益增加一点 我们往上拖动8dB 这样让调整后的音量能够达到-12dB 如果你在时间线上不好调整的话 你们也可以在音频检查器上这样去调整 这样的话会更精准 可以直接输入8dB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各位好 我不是Tim 我是波子 欢迎收看本期Final Cut Pro学院 那调整之后的平均音量现在就是-12dB了 那么调整音量这一步我们就做好了 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像Tim一样好听 那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如何用Final Cut Pro自带的均衡功能来调整人的声音 让你的声音更加浑厚好听 其实均衡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EQ 它是用来调整声音每个频段的音量大小的 这是我之前在学习歌曲混音的时候的一张截图 我们可以对照这张图去拖动每个频段的推子 直到你觉得你的声音达到了一个好听的程度为止 那在一般情况下 我都是把人声的低频区域和高频区域往上争议 把中频区域降一点 这样子声音会更加的浑厚稳重 也更加具有特点 更加具有穿透性 OK 那这样就调好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调整前后的声音 先来听一下调整之后的声音 各位好 我不是Tim 我是波子 欢迎收看本期Final Cup Pro学院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Final Cup Pro在音频处理上的五个小技巧 然后再来听一下调整之前的声音 各位好 我不是Tim 我不是Tim 我是波子 欢迎收看本期Final Cup Pro学院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Final Cup Pro在音频处理上的五个小技巧 觉得调整之后更好听的请扣一 觉得调整之前更好听的请扣二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试试怎么调更好听 方法就是一边播放一边上下拖动每一个推子 但本期知道你满意为止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 OK 那调整完EQ之后 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只有自己的声音太无聊 想要加一些背景音乐 那加背景音乐其实也是有一些原则的 Tim之前在上海的一个线下分享里说过 如果你想要观众比较清晰的听清楚人的声音 那背景音乐的音量大小 一般是要控制在比人声小18db左右 让背景音乐有一点声音就可以了 不要太大声 很多新人朋友经常犯的错误 就是背景音乐大到盖过人声 而这种视频我一般都是直接关掉的 那刚刚我们这个视频的平均音量 大概是在-12db左右 所以我们把背景音乐拖进来 然后把它的音量直接调整到-30db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来听一下 各位好 我不是Tim 我是波子 欢迎收看本期Final Cup Pro学院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 Final Cup Pro在音频处理上的5个小技巧 嗯 那这样处理之后 背景音乐跟人声的音量大小就和谐很多了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 如何用关键针来调整背景音乐 在A row和B row里的音量 我们以我之前的一个滑板评测视频来做案例 先来看一下效果 但是它又不像坐在公交车上那样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很直接的让我在街道上感受到这种氛围 正在录视频的时候现在又下爆哟 我们要做的效果就是在这些我对着镜头说话的时候让背景音乐小声一点 在画面进入B row的时候 再让背景音乐恢复到一个比较大声的音量 那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给背景音乐打上关键针就可以了 我们先选中背景音乐 然后把它的音量调到-20dB 然后在我说完话要切入到B row的时候 这里打一个关键针 按住键盘上的Ocean键 然后在音量这条线上单击一下 它就会打好一个关键针 然后后面这里再打一个关键针 然后在B row切回A row这里也打两个关键车 方法是一样的 按住O选键按鼠标左键 按住O选键按鼠标左键 最后把中间要提高音量的部分往上拖就可以了 这里直接拖到-4dB左右 如果你觉得在时间线上调整不是很精准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在音量检查器这里直接输入-4dB OK我们现在调整好了 可以清一下 就很直接的让我在街道上感受到这种氛围 正在录视频的时候现在又下爆有火 嗯那这样就处理好了 那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我相信今天分享的这些小技巧 你们掌握之后一定能够让你们的人声和背景音乐 更加的和谐好听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看的内容 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最后别忘了点赞和收藏哦 我是波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 说明这个视频